美国这场环境越来越差 种族歧视也越来越严重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原来在美国犹他州有铁饭碗的白日帅哥 被诬陷成年入百万的麦春集团头子 大家好,我是顾影琼博士 主人公约瑟夫出生犹他一个小镇 第一次离婚之后去成都找了一个美女二婚 然后帮助成都美女在家乡开了好多家按摩院 还找来不少老乡在美国安居乐业 结果有一天在路上接老婆的时候被警察拦住 认为这些按摩院都是麦春场所 而且年入百万美元不交税 罪名居然是国际性贩子 照片被贴的全网都是 自己的铁饭碗也被取消了 虽然最后法院判他无罪 但是检察官依然说 就算不是全部的亚洲按摩院都是淫秽场所 但大部分也是 我觉得说句实话 美国的华人按摩院如雨后春笋 有伤风化的的确很多 但大部分还是有正经执照的正规场所 你时的黑夜途中 只要想起你就点亮了星空 有浪的只穿浪不掉坎坷 今天都花火可不断彩虹 你就是我心中 永恒的天空 人家就试图乱了